Hello 大朋友 小朋友 你們好 歡迎再次來到我們這次的網上分享會在家玩什麼 這次已經是我們第三次和大家再見面了 有些朋友可能還未認識我 還有其實我還有個拍檔 不過是正在來的 我叫做薯仔爸爸 很高興能夠和你們一起在這個時段和大家分享 究竟在家裡可以玩什麼 其實還有科娃媽媽正在來的 不過她就有一點點東西正在做 所以我們就 待會她都會很快出現 這次和大家第一次 有些朋友第一次見面可能不太記得 或者不太清楚了 我們其實究竟是玩什麼的 究竟我們見面在網上分享會玩什麼呢 知道大朋友小朋友在這個疫情裡面 其實都可能未必上學或者在家裡工作 在頭痛究竟玩什麼 過去幾個星期我們就用了一些衣夾 用了一些瓶蓋 去玩了很多東西 今天我們上個星期就有遇過一個 就說拿一些外賣餐具來玩的 究竟會怎樣玩呢 很快待會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而今天的流程也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待會最後的十分鐘左右 我們就有可以做答問的時間 所以爸爸媽媽如果你有些問題在看的時候 很想問 你可以利用Zoom的聊天室的功能 就去寫下 我們有同事會先記下來的 她待會在最後的時候就會分享給我們 我們就盡力在有限的時間 看看能不能回答你們的問題 去到這個時間 佛華媽媽應該趕緊過來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看看一些短片 她的短片都是我們同事之前 試一下用一些外賣的用品 去創作一些遊戲 不如大家先看一看 看看佛華媽媽是不是到了 我來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好意思 其實你盒外賣 你盒外賣在後面 我拿錯了 我吃什麼 吃紙皮 我拿了另一些外賣的 用來玩的東西 拿出來 不如這樣吧 不如我們先玩吧 一會兒再吃吧 聽聞有句俗語說遊戲能醫肚餓 難怪我兒子經常都玩不吃東西 不如我們先玩吧 好啊 不如先玩這些盒子 剛才進來之前看到那段影片 正在玩這些盒子 你也是很眼力的 我看到這些盒子 剛才我們用這些片段裏面 我看你把那個堆疊的玩法 變成一個高難度玩 這樣那個我就是我來的 剛才你在那裡吸下去 你看我們預備了多少 這個堆疊疊的玩法 其實都是我們 小一點的小孩 有兩歲左右的小孩最喜歡碟的方法 哦 堆碟都不錯 可以這樣的嗎 可以砌高 哦 你看看砌到多高 嘩 遮住了我 嘩 看不到我了 現在很高效 看不到我了 看不到我了 我兒子如果看到現在這樣的狀態 一定會做一個動作 會不會拍手掌 對呀 看著它就是它最喜歡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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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推倒了 我也想起 我的小朋友 他小一點的時候 三歲左右都很喜歡 把東西疊高 一下子推倒了 那一下就非常高 對 因為推和堆 這兩個動作 就是一些功能性遊戲比較多 小的小朋友 就最喜歡這些重覆又重覆的動作 是的 而且一直超到很高 接著一推想那一下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很期待的感覺 都是一些小一點的小朋友 很想了解這個世界 一些很常用的方法 這個堆疊再疊高 甚至變成剛才我們片段裡面的玩法 爸爸媽媽可以考慮一下 是啊 外賣兜就是這樣 我剛才在外賣袋裡面 我很喜歡一樣材料 就是它 但是很多人忽視了它 經常都 墊著那些兜的紙皮 我覺得它可以配一樣東西玩的 可以配什麼 就是剛才我們外賣餐具裡面 登登登 刀仔 哦 就是這些 跟餐具一起連著送上的那些 是啊 我覺得就這樣磨一下 我經常都很想磨一下這些紙皮 其實已經有些聲音 還有一些壓痕的 其實現在就送不到給大家看 因為它的壓痕比較輕微一些 而且 嘟嘟嘟 這些都是小孩子一樣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了解世界的方式 用工具 嗯 還有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以做一個測試 可以 因為有刀 又有紙皮 我立刻的感覺是鋸開它 鋸開它 好啊 是啊 我們試一下用有鋸齒的刀去鋸 好 我試一下順著這些 就是紙皮的坑紋 看看能不能容易鋸到 好啊 我們就試一下 一齊鋸吧 好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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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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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ting 变成一个好像将一些不是很具体的玩法 但一些象征性的玩法 都是一些大小小开始三岁左右的小孩很喜欢做的玩法 因为小孩都会跳出框框 将日常生活见过的东西套用到自己在玩的动作 父亲都可以考虑一下 想铸的东西原来又不一定要用戒刀 不如初次提升就试一下用这些 餐具刀 有坑还是没有坑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 不过就算是有坑也不太厉害 我觉得都可以 都不会割到流血 除了小刀 还有什么餐具里面有什么可以玩呢 想到 既然我们刚才有一些用品 不如将刚才那个同事也有预备一些 盖子 立刻准备一些盖子给你 我们这些饮品的时候有盖子 刚才动手也很想做这种动作 小孩经常都会看到 有些洞的东西 像这个这样的餐饮杯的盖子 拿着一些饮桶 这些有的粗的 通常就会在一个位置试一下 直接进去 穿了进去 已经很想穿了 你穿过两个 我想穿两个 还有我这样拿着 我觉得自己好像 在拉着小提琴 如果拿回刚才那块猪肉 我会滚下去 是 有没有看到我们其实呢 我们好像玩玩一下 又玩了一些 又是一样的跳出想像的玩法 还有把这些物件去组合 可以拼 对啊 好像我们同事那样 就是帮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把刚才那些的饮品盖 再穿上自己 创造一些用品 转一下转一下 这个也挺有趣的 这个感官很强啊 就是小朋友看到很刺激的眼睛 是的 如果大家看着这个萤外 会不会在催眠着你呢 我看到了 立刻在那里 那这些都是用外卖餐具 给一些小小的小朋友 可以考虑的玩法 是 那我们现在就说到小一点 如果大小小的小朋友呢 他们可能又会有 第二种喜欢玩的玩法 我就觉得他们会 喜欢玩一些 创造多一些的游戏 创造对啊 是的 我们又来了 创造的游戏 创造我觉得都是你的强项 是的 说到创造我很开心 现在我决定拿来先拿来 也都准备了 创造的需要的箭 就是一张桌子箭 箭一转就一张桌子箭 令到待会清洁 或者会不会弄髒一些东西 那都容易可以处理 是 那我就决定要玩 里面那块纸巾先 就是用这个餐具里面的餐具 餐具里面的纸巾是特别薄的 我觉得 是 你看看 薄到 透透的 真的很薄 是的 我们玩这个创造可以这样的 先摺一下一张纸巾 对摺 就是随便摺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又摺 又再对摺 上下左右都可以的 又再摺多一两下 那不断摺小它 是的 好 我通常会摺到好像这个正方形 这样 这个就是长方形 即是没什么所谓的形状 是吗 没什么所谓 总之摺了就可以了 OK 好 然后做什么 它打开了 那怎样呢 然后立即就找一些 好像这些柔性的粗 marker的筆 好 我想要黑色 黑色 好 那我就要红色 OK 即是这些柔性很粗的marker 是的 那 打开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在纸巾上面点点 哦 点一点 但是我会点五秒左右的一个点 OK 好 我们一起来了 好 1 2 3 4 5 接着拿起 拿起 很大粒 很小粒 OK 那点完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 你喜欢随意点 你点什么颜色 点哪里都可以的 好 我又来了 我们又试一下 1 2 3 4 5 是不是一定要五秒而已 没有 我有时三秒 有时五秒 有时十秒 我想转色 我想拿啤色 其实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决定要多少秒的 是 即是不断在自己决定点多久啊 多大力啊 很大力 压下去都可以的 这样都可以 有时用一些幼的面 又去点也行 是的 OK 那点完 点完差不多了 我觉得都够我自己 没意 差不多了 我都觉得OK的了 那就全了 打开了 我们现在一起 打开 哇 在中间啊 我也是啊 哇 你看看 原来 原来 做一张张 跟我立刻 是啊 我觉得现在好像 甚至还有一个口罩 口罩那些 pattern 口罩那些 pattern 挺有趣的 这个 就是用一张外卖 就是餐巾 折起来 折起来 都是一个创造的 就是玩法啦 是啊 就是小朋友又可以自己选颜色啊 力度啊 这样就慢慢去搞他这张纸巾 但是 我想到 我们有些小朋友 再大一些 那有时呢 很喜欢玩一些和人互动的东西 可能家里有兄弟姐妹 或者爹地妈妈也想和他一起玩 哇 好像小朋友又怎样了 是啊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那我觉得这个餐具袋 不要 不如用它吧 好啊 那怎么玩啊 现在 餐具袋 有没有印象呢 我们呢 没玩过那个 黏膠袋 有没有印象啊 好啊 现在是不是要弄的了 不如我们这样 那用一个用饭的这个餐具袋 拿这个双面胶子 好 双面胶子 一把剪刀就可以了 剪刀 是吧 那做法呢 就是先摺一摺它 摺一摺它 那然后呢 不如用这个剪刀吧 好 剪开它 那爹地妈妈就回去找你 我们为了示范 就拿一把这么大的剪刀给你看 那其实你在家里用一些挖头的剪刀 我都相信都玩到的 好 一剪就有两块了 那不如再搭上它 好 又再摺多一次 好 那又再剪了 那这次又再剪开呢 应该就会变成有四块呢 刚才胶袋剪开的胶 我也有四个了 是的 那我们接着就说明叫做黏膠袋 就随便自己选一个 我选这个 好 那选了这个之后呢 就用这些双面胶子 就随便撕一条 就贴上个 刚才你刚刚选出来的胶袋上面 好 那我贴了 我贴了 贴了之后呢 其实刚才说明叫做黏膠袋 是的 那等下这个游戏的玩法呢 就是我们撕了个双面胶子 好 套上去之后呢 就大家 就是这样 是很快 我这个要给点时间穿 好 我这次可以三只手指 是 就现在互贴 看看谁可以贴走了人家的胶袋 好 好 那我数三声就给他了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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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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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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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最安全的 那就是我拔這些匙群都可以了 可以嗎? 嘩 它動得很快 跌跌 耶 跌了 就是逐肢拔去決定玩法去做 我也想起 小朋友剛才有說到 玩這些有規則 最重要是有自定的機會 有些小朋友我跟他們玩過 他們說我不要拔出來 我要拔回去 拔不拔那個塔出來 放正是可以這樣的 拔回去 或者放在這裡可以嗎? 可以 這樣 這樣刺下去 這個很有趣 爸爸媽媽可以考慮一下 到現在玩的遊戲 就是五六歲開始了解 規則和互動的遊戲玩法 小朋友都應該很享受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先拿個膠袋 不不不 膠袋 我想到了 不如玩一個膠袋 這個膠袋也要玩嗎? 是呀 膠袋可以玩的 除了膠袋之外就是 你看一下這些 剛才有沒有留意 很乖乖準時入場的 爸爸媽媽應該看到我們的影片 就用膠袋做了這些 封筋 很喜歡那個同事 很飄逸 另外可以把繩子 綁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用東西夾住 譬如我這個 用什麼夾呢? 我用一個叉 是呀 用一個叉 招住它 那就可以了 然後也可以玩一個 最傳統的爸爸媽媽 在玩那些 降落傘的遊戲 是呀 這樣可以掉下來 或者自己同事 用一些顏色筆 在上面 畫自己喜歡的公仔 就可以個人化了 已經有個專屬的感覺 沒錯 大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歡這個造型 是啊 見開你畫東西 我又忍不住了 我很喜歡那些東西碎絲晚斷 你的創作細胞 我決定要剪掉那個袋子 就沒了 我覺得剪掉了 很好玩 即是剪掉了 是啊 剪掉那個袋子 好啊 那我又試試拿一個袋子 然後呢 我就預備了一張 類似鏡面的紙 平時其實用一塊鏡也行 不用一定要用這個鏡面紙 除了爸爸 除了剪掉這些膠袋之外 我就覺得要加一點東西 才能玩到這個鏡面的畫 哦 就是我們經常拿出來用的水 是 這瓶已經陪伴了我們三個幾星期的水 就是專門拿來玩的水 今天呢 就進了這個 進了這個 已經用完了的藥水瓶 爸爸媽媽媽見到我們 經常都會說 口訣叫先小後多 用水呢 有時候怕倒射 不如少少一點 也都擔心這個瓶 分不出是不是拿來玩呢 那就寫完字在那裡 中文又可以 那為什麼有水呢 是 你有沒有鋪過桌子 有試過用鋪桌布的 用鋪桌這個 那你其實點少少 我通常這樣 好像塗膠水塗在膠袋裡 是 剪掉了嘛 一塊塊 那就開始黏了 可以 哦 即是用水的自然黏力 特性 就去黏下去 是啊 有點像油證局黏油票 是啊 真的黏得緊 是啊 那就黏到一塊塊上去 就立刻可以 空滿它 那就很好玩了 我覺得 有些像我們上個星期介紹 瓶蓋的時候 慢慢慢慢就會創造成一幅畫 我們後面都有人創造了一幅畫 好像膠袋黏 雖然看得不清楚 但看到只是用膠袋黏了一幅 可以進入大廳的畫作 是啊 是啊 真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都肚餓了 等一下 我有一個又搞笑又好玩的遊戲 今天不可以不說的 都玩完了 連袋子都玩完了 你看我們 還有什麼玩 除了袋子 袋子外面會釘著的 那塊東西 袋子外面釘著嗎 釘著好像一張單 還是什麼 因為現在初外買 會有那個餐單紙 是啊 通常都會入一張餐單紙 對 我們要玩餐單紙 這個環節 那什麼玩法 我們首先要裝一裝身 為什麼要裝身 因為我們一陣子玩這個遊戲 裝身的時候 就會更加逼真 是啊 我穿上衣服 難怪同事放下了一件東西 就是穿上身 穿上身 對了 我以為你預備了這個 用餐具製成的帽子 用餐具 餐具 那個米線 還是什麼 拉麵那些 原來那個東西是戴在頭上的 是啊 你穿好沒有 差不多了 好 那我已經預備了一個餐單 嘩 做旅遊節目 這樣的造型 我預備了一個餐單 可不可以再展示一次我們的造型 這個造型很爆 真是 不知道自己穿得馬明兒 好 好 可以了 可以看餐單 我們已經放大了這個餐單 那做什麼 怎樣玩 我們今天這個遊戲叫做念餐單 念餐單 是啊 平時就這樣念了 古早味牛腩 不是這樣 我待會要打直念的 薯仔卿 哦 原來我們的造型是想念餐單 就是試試直讀 是的 我現在先念了 先出題 薯仔卿 好 花卿請出題 好了 中間這行 好 來了 老男 紅腐 老包 水 嘩 出題很具 好具 好具 水與燒皮 水汁是 嘩 好具啊 水和老 是啊 剛剛還要七個字 七步成詩 我們現在 多對對稱稱 老水 我都想多有趣 我都出多一條 挑戰我 是啊 這次我先出 好 花卿 接招 好 士露 茄包 黃客花 嘩 這麼優雅 這次出這個 那就對這個了 執水 你執 金家膠 嘩 很具 對到啊 黃客花和金家膠是絕對的 果然是非常厲害 這個 難怪 馬上覺得自己的 文人想生 書卷氣 真的出來了 對 像整個韓國人一樣 那不如 除了中式之外 介紹過西式的 西式都有 西式都有 都可以玩餐牌的 西式 西式 剛才是念餐單 讀出來 還有什麼玩法呢 我們可以唱餐單 嘩 唱都可以 這次是唱的 那怎麼唱快 我唱一首西式的歌 大家都懂的 就是 生日快樂 哦 即是唱生日快樂 是 由這一行開始唱的 那你唱哪個位置呢 我看見一些 缺和 令我想起我兒子的音樂書 通常都教缺和 跟著唱尾音和出來 好 那我準備來了 好啊 我跟著唱 開始唱了 好 金格檸檬綠茶 賴提鹿賴提空 賴提宮廷獨鋪 賴提宮廷獨鋪 金格檸檬綠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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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挺有趣 和到 其實可不可以啊 和到 可以所有歌都可以的 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所以Daddy媽媽媽 你回到去可以試一下 現在那些 聽到的 進晒路那些什麼 baby shark 有隻小鳥跌下水 跳過沿掉了 全部可以唱 甚至是唱二部 一人唱中文 另一人唱英文 是啊 丹麥蓉 即是晚上回到外賣餐單 寄出來也有 有人幫我們打拍子 我們同事很好 怕你現在立刻想衝到街上拿餐單 在聊天室可以下載一些餐單給你 立刻和你的小朋友去讀 可以玩玩玩玩 非常之有趣 我們有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會有這麼有趣的點子出來 其實在點子裏面有很多特別的事情 很想跟大家總結一下 不如我們總結一下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分享這些點子 前兩次都是四個字 今次都是給四個字 一枝就半解 好像很負面一樣 一枝是甚麼意思 一枝就是入門的時候 我們大家做爸爸媽媽 都要了解小朋友的遊戲需要 即是不同的需素 可能有不同的遊戲需要 剛才我們都提到很多 即是小的可能喜歡功能性 大一些喜歡是一些想像像 像精 甚至再大一些 就喜歡一些 Play with rules 或者自己自訂規則的遊戲 那半解是甚麼意思 半解是甚麼意思 雖然有一份知識 但我們帶著半份的解讀就可以了 因為有時我們太多認知 令到我們沒有了一些自由給小朋友 半份去解讀就是讓小朋友可以有空間去發揮 自己喜歡怎樣玩 自己去嘗試 讓我們可以專心陪伴和和他一起玩 那就更加好了 明白了 爸爸媽媽媽聽到了 我們其實今天都因應著小朋友年紀特性 介紹了很多 即是他們喜愛或者傾向的玩法 不過 半解原來的意思是 你要留白定一些空間 空間就是 可能你的小朋友會有他自創的 即是發揮的空間 或者你自己都不要一定要 小朋友跟著你去玩 即是留白 大家玩起來 原來這樣就會更加開心 是的 沒錯 好了 其實去到這裏 準備我們有一些聊天室分享的時候 如果我很想知道我們更多的遊戲點子 其實剛剛在分享的點子 其實都在我們兩本的好玩實用指南 橙色的是初生至七歲 綠色的是七歲至十一歲 其實已經有了下載版 即是電子版 就給大家可以下載的 你可以去我們機構的網頁去找得到 裡面都有詳細你見到 就是介紹很多我們不同用物 即家裡有的物資去變化的玩法 那你去到我們網站裡面的遊戲資源庫 書刊那一頁你就會見到的了 我希望爹地媽咪試試看多些 最重要就是應用多些 沒錯 好 去到這個時候 不如看看聊天室 有沒有一些朋友 問問題啊 可能剛才大家很想念玩 燒到忘記問問題了 是啊 沒有問了 我拿了餐單 好 有問題 是問什麼呢 玩這些食物盒 或者那些餐具 我想說會不會變成吃飯時的碗筷 那就是問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分辨一下這些玩的東西 哦 即是混合了分不到 可能拿了家裡吃飯的那隻筷子 那些碗筷子 OK好 那我試試回答一下 其實小朋友都很需要去適應 適應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幫他們 要怎樣分辨呢 就是看起來好像一樣的東西 但其實兩種是有不同功能 或者是功用的 不同時間去用的 就好像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瓶一樣 他本來就是拿來裝藥水的 但是現在他已經變成功用了 就拿來玩的 所以爸爸媽媽都可以把一些 真的專門用來玩的食物的器具 就專門用一些 就是膠杯或者標籤組的碗 就去裝著它 那讓小朋友能夠分辨得到 那可以試試這個方法 是 我都會的 即是將玩的就寫明玩 有個玩字 是啊 那個小朋友就可以慢慢適應 好 好 有多條問題 咦 剛才有人問 繩子其實平時玩的話要多長 會不會危險啊 就好像我們這些繩子 是啊 這些繩子 你見不見我們都不到喉嚨 免得要敷衡 繩子其實在安全上都挺大的考慮 所以如果根據一些歐美 或者國家裡面的安全指引 如果繩子的長度比三歲 或者以下的小朋友 大概你不要讓他長過12寸 或者12寸是多少 你試試再折它一點 大概22cm左右 那你拿一把平時小愛的間斜 就是不要長過它 繩子就會減少勒親危機 又或者用我們今天這些 其實這條不是繩子 是彈性的橡筋 有一點點彈性 用橡筋也好一點 一樣都是這樣玩的 是啊 令到平衡在安全和探索之間 拿到一點點平衡 這樣去做 OK 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玩到這裡 是時候跟大家說再見 好 拜拜